美国联储局昨日的议席会议声明 联邦储备局结束一日的息口会议,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零到四分一历历史低位,会后声明重申, 将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在超低水平,并维持利用所有赠券到期回笼资金进行再投资政策, 并关注经济前景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准备好有需要时提供进一步额外的宽松政策以支持经济复苏, 以及令到通胀回复战目标水平。 声明提到,近几个月美国出产及就业的复苏步伐放缓,家庭支出逐步增加, 但仍然因为失业率高企收入增长不大,家庭财富下跌及信贷紧缩而受压, 企业对开设备及软件开支有增加,不过相对早前的增幅减慢了, 顾主仍然不太愿意增平人手,房屋开工的数量亦是比较疲弱的, 银行遮贷继续萎缩,而情况在近几个月就有所缓获。 跟Alfred谈谈先吧,这个声明来说, 你自己觉得联储局方面对前景算是悲观, 还是悲观之中也有点乐观? 比较中肯一点,因为你看到他的声明里有说到, 虽然是银行的信贷是收紧了, 但是比起过去几个月收紧的幅度已经是少了, 所以这不是一件差事来的, 其实大家看到过去几个月的数据都知道了, 经济复苏是放缓了, 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国家经济研究局是说经济衰退, 其实在2009年的6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是结束了, 这个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来的, 说回他的声明, 除了这个银行信贷萎缩之外, 他们也有提过他们是担心这个通缩的, 因为在过去几个月的通胀率, 核心通胀率都是维持1%左右, 比起他联储局想有的目标, 1.5-2%是为低的, 所以其实现在我觉得市场应该会放眼多一点, 在美国的经济会会不会有这个通缩的情况出现, 而通缩这个情形, 你自己又怎样看, 会不会真的出现通缩的机会都很大? 暂时其实你看到他的声明, 他们已经密切留意这个事态的发展, 他们也很明确表示到, 如果真的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他们随时会准备入市, 可能是会购买这个债券, 美国债券都不定去救市, 所以当然有个隐忧在, 但是我们也听到, 连续说他们随时已经准备入市了。 不过看计的声明, 也都讲到现在的就业和招聘都不是那么好, 企业也不愿意去聘请人, 再加上在房屋的楼市方面, 房屋的新屋动工也不算有太理想, 似乎这些也是一些的隅忧。 是的, 新屋动工虽然在8月份的数字比较好, 比较好过预期, 但是落成房屋的銷售都依然是很疲弱 特别是就业的情况 如果失业率仍然是那么高的时候 经济都很难是怎么复苏 接下来的就业情况的发展 大家可以留意着 但是看回这个声明一出来之后 市场的反应初头就挺好的 看到那个导致昨天一夜就弹了上去 不过那个尾段的声科又收窄了 结果都差不多是平收 不过看回现在的市场 其实是否投资者方面对前景的忧虑仍然都在 仍然都在 但是仍然是这样 譬如好像标准普2500 它最大的阻力位大约是1130左右 我们昨天也看到穿过1130 就不是穿过很多收 1139跌了一点点 我们可以其实留意一下在未来这几个交易的日子里头 会不会有机会是穿了这个位置 甚至是更上一层的 这个标普1130大家可以留意着 另外导致10700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 大家也可以留意着 那个指数今天那个变化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先说到这一段时间 下一节回来 和大家谈谈分散投资方面 一些大家要留意的东西 那么回来再和大家谈